各位店长大家好 服务是来客术与日商的先行指标 代表着服务力做得好 能带来往后来客与日商的成长 而服务可透由主动观察 以及倾听顾客需求 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有温度的消费体验 进而维系旧顾客感动新客源 从今年的0800客服赞美案例里面 回馈了许多店铺人员服务的暖心实力 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暖心服务的Mega是什么呢 昨天我提了重重一箱包裹要寄回南部 当时下大雨又要撑伞的 原本就在巷口没几步路的全家 怎么变得好远 先生 你的箱子太大了 尺寸不合哦 什么 我还要把这箱搬回家换呢 下大雨又要撑伞的 哦 没关系 我帮你换一个小一点的箱子 真的 麻烦你了 开口我等一下帮你封好 这样就可以寄了 好的 一个人在外工作 当天晚上我头痛又头晕 想说喝杯咖啡改善头痛状况 先生 您脸色不太好耶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要不要坐下来休息 喝杯热饮 给我一杯热咖啡 您先到休息区坐下来休息 咖啡等会儿帮您送过去 好 这是百灵油 可以舒缓头痛 哦 谢谢 不会 有需要服务再告诉我一声 服务人员拿杯热热的咖啡给我 隔一段时间就来关心我的状况 对许多人来说这没什么 但对于不舒服的我来说 却又如雪中送炭 好像回到家里一样 真心地感谢服务人员 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关心 下午我妈妈到全家买东西 啊 这个怎么用啊 阿嬷 你要买什么 我来帮你好吗 哎呦 这个我看不懂了 啊我要买月饼啦 阿嬷 没关系 我来教你 阿嬷 好了 以后有问题 都可以问我哦 谢谢啦 年纪大了啦 妈妈因为年纪大 看不清楚 也不会使用你们店里的预购系统 店员非常热心 主动上前帮忙 非常有耐心 逐一介绍商品 也教我妈妈怎么怎么预购 感觉真的像家人一样 很亲切 以后会常常来这里买东西 透过以上的服务案例 可以了解 其实服务并没有什么美感 消费者在意的 并不是折扣的多寡 而是那多一点点的 有温度的服务 而且根据资料显示 服务好的店铺 来客数 前年比相对较落后的店铺 高出6.8% 有了好的服务基础 让消费者愿意到店 同时也需要有优势的商品 来刺激消费者购买 进而从喜欢到店 变为习惯到店 公司从105年起展开 鲜石构造改革 今年起陆续开发出许多 让消费者眼睛跟味蕾 为之一亮的鲜石食品 特别是在咖啡购改的成效上 尤为显著 今年我们的咖啡销售 对比104年购改前 销售数提升了将近133% 在咖啡市场持续成长下 消费者对咖啡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因此除了巩固原有课层外 公司也将课层扩大到 对咖啡品质更挑剔的课层 我们将导入精品咖啡豆 我们的精品咖啡豆生产于1700公尺 高海拔的哥伦比亚乌伊拉高山 其全年平均15到21度C的气候 相较于一般低海拔的咖啡豆 高山咖啡豆生长缓慢 而缓慢的成熟过程 让咖啡豆带有更丰富的香味 像是柑橘果香、和果香等 而且含糖量也更高 风味更香醇 在制作工法上 一般咖啡豆多属日晒工法 日晒法是让咖啡果实自然干燥 咖啡豆得以在果实内部自然熟成 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干扰 因此优点是 咖啡豆会将本身的风味放大 纯度浓厚、风味浓烈 但必须将咖啡豆放置在室外 因此常常有许多枯枝、落叶等杂质 参与其中 且咖啡果实会发生晒过头的情况 内部咖啡豆因此有破损 由于果肉并未被去除 因此常常会出现发霉、腐坏的情况 咖啡的品质参差不齐 而精品咖啡的水洗工法 是将所有的处理程序都在室内 因此能让咖啡豆中的杂质降到最低 水洗工法在一开始就去除了果肉 因此完全不需要像日晒法一样 担心发霉的问题 外观上也较为完整 而且水洗咖啡豆因为增加了发酵程序 在发酵池里发酵出酸性物质 所以更能让咖啡豆带出酸味与果香 在完成发酵去除果胶后 由于发酵菌与杂质会残留在咖啡豆上 因此会再清洗一次咖啡豆 也由于水洗程序复杂且繁琐 因此缺点是成本较日晒法高出许多 相较一般咖啡豆的滑顺温和口感 精品咖啡豆入口的口感独特 且酸度温和 带有柑橘果香与和果香 让饮用者可享受到独特且香味丰富的咖啡 这就是Let's Cafe精品咖啡 进入秋冬后 便利商店关东主绝对是消费者第一首选 根据过去销售经验 气温每降三度 可以带动关东主销售成长近三成 但是每每提到关东主 店长心中总是出现不耐煮 口感差 废弃率高的既定印象 即使做了许多活动促销 依旧无法提升店长们的销售信心 今年冬天 关东主将全面革新 由日本专业技术指导 使用阿拉斯加雪鱼浆 针对消费者的口味及喜好 推出全新关东主 关东主在7月份有122家店铺先行测试 结果显示 前年比成长超过151%以上 为什么关东主有这么令人惊艳的销售成绩呢? 首先在原物料上 重新调整原物料食材及比例 在鱼浆部分 将过去使用的金线莲鱼浆 全面调整为等级更高 阿拉斯加雪鱼鱼浆 鱼浆比率 更从35%提升到50% 另外 适度的调整淀粉含量 让鱼浆保水性提升 让食材组织更扎实 更有分量 口感更佳 因为原料的大幅改善 所以商品的陈列时间 可以从4到6小时 增加到6到12小时 大大减少店铺废弃机会 在制成上 相较以前仅熟化商品 商品色泽不足 卖相不佳 改革后采用两段式油炸方式 让食材先熟化 再使用天然食材上色 不但锁住鱼浆风味 且提升商品脉象 蔬菜制品部分 我们也做了调整和改善 比如在萝卜制成上 过去仅以90度C温度 熬煮30分钟 将食材熟化 萝卜味道清淡未入味 改革后 加上第二段功法 以95度C熬煮50分钟 让萝卜可完全吸附高汤 提升萝卜的风味 另外 以往厨房蔬菜制品的商品保存液上 仅用清水保存 食材下锅时 需等一段时间才能入味 改革后使用汤头保存液 下锅就能立即 与关东煮汤头完美融合 食材的美味度大幅提升 至于在汤头的精进上 过去汤头较稀 较欠缺原始高汤风味 加上使用台湾酱油 颜色偏深 无光泽 味道偏咸 不适久煮 购改后 提升与日本同比例汤头 由原先66%别例 提升到87% 重现原始高汤风味 也减少调味料的使用 提升高汤本身的美味 并将台湾酱油 改为日本进口白酱油 改良汤头颜色及光泽度 同时提升汤头的浓醇味 以往汤头在常温保存时 随日数增长 色泽会出现明显变化 影响脉象 改革后我们采取冷藏配送 冷藏保存 将汤头保存在10度C之下 汤头色泽稳定度大幅提升 关东煮购改 不仅是在食材购改的改善 就连关东煮机台 我们也做了大幅调整 过去机台温度为75度C 无法将汤头最适口感呈现 改革后投入1000万升级 关东煮恒温机台面板 重新调整机台温度 设定汤头最美味的温度 82度C到85度C 使汤头更美味 这就是全新关东煮的革新 今年冬天将颠覆消费者的舌尖 除了服务与现实优势差异化外 在之前提过的电商经营 我们很多店长也很努力经营 从担当提报的社群经营店铺来看 有经营群组店和未经营群组店对比 电商时机相差226% 但是我们发现 同是LINE群组推播 Top店与一般社群店差异 却高达563% 到底是什么手法 让成效差异这么大呢 让我们来看看 Top店的经营手法吧 在先前春夏展示会有提到 群组课程一致的重要性 接着该如何提高 他们的粘着度呢 我们归纳出Top店善用的手法 包含消费者互动 商品走秀 分享内容 透过固定时间分享等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Top店如何操作 我们常见一般社群店 店长群组内 只不断单调地 张贴商品促销讯息 但消费者想从中获取的 并不是促销讯息 而是一种 可以与自己相关的参与感 而Top店则是不间断地 举办会员互动活动 让互动活动多元有趣 让群组成为客情经营平台 例如店员跳发明舞教学影片 市吃大会布置及实况 社区活动等群组分享 消费者除了可以在群组内互动外 也可以附加消费 降低商业气息 要将消费者眼睛牢牢粘住 发文内容的品质 绝对是关键重点 一般社群店的仅文字叙述的讯息 无法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而Top店则能图文并茂 凸显商品特色 价格优势 并且加上影片 直播 广告 名人推荐 甚至依消费者的需求 克制化规格 都是掌握消费者心态的关键 我们常见一般社群店 每天张贴类似的商品促销讯息 消费者看久了 难免感觉到被推销的压力 Top店常能适时掌握时事 再从中推波商品 消费者接受度会更高 像是趁着宣传电影上映 连带地介绍周边系列商品 不仅能创造商品话题 产生共鸣 建立商品好感度 也能增加群组内的聊天互动 另外 一般社群店店长随信 且没有固定时间张贴促销讯息 常让群组内的消费者 感觉受到干扰 但是Top店店长会是群组客层属性 固定时间发文 例如上班族的社群 可以利用早中晚三个用餐 及休息时段发文 让上班族可以借由这些时段 有更多用餐选择 也可以养成习惯 每天同一时段查看新讯息 再告诉各位店长 一个小小pepper 购买取货也是接触的好时机 利用取货通知 马上开下一团团购 让消费者无形中 觉得商品优质抢手 进而选购 其回购和新购的几率都特别高哦 各位店长 有好的商品 好的行销平台 更要有好的服务力 能够灵活运用资源 获得消费者肯定 就是最后的大赢家 让我们一同朝目标 努力前进 提升来客日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